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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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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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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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 職業的種族還有獅子等藍變的一個覺醒能力 那目前創角啊可以使用魔杖職業的有這個 人類 精靈 黑妖 獸人 四種種族 那當角色獅子等的時候啊系統會贈送稀有的藍變 那四種種族所獲得的藍變都不同喔 然後這一些藍變啦會有技能強化的一個效果 強化的效果都不同啊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來跟大家介紹一下大家的一個強化的部分 好首先是人類 人類種族的一個自知等藍變覺醒能力是大地勸窩 那他的一個覺醒效果可以機率造成目標無法動彈3秒到4秒 原本就是一個普通的傷害技能而已喔 然後變身強化這個技能之後啊 就可以讓目標無法移動3秒到4秒 好接下來第二個種族是精靈 精靈的技能強化是 微音魔力催化喔 那這一招原本是 讓這個魔法傷害提升10% 然後強化之後的效果是 額外的增加這個司法速度加25%喔 這個技能強化就是可以讓丟技能的速度丟快一點 接下來第三個是黑暗精靈 黑暗精靈的技能強化是黑暗啦 那這一招原本就是可以暫時的 遮擋敵人的視線喔 讓敵人暗眠看不到喔 然後接下來他的一個 技能強化的部分是 除了遮蔽視線之外啊 還可以讓對方的命中率-5喔 命中直接扣5點 這是打架在用的一個技能啊 然後接下來是 獸人的部分啊第4個獸人 他的一個 技能強化是 致命魔法 那致命魔法這一招原本是增加這個 魔法的暴擊率加10%喔 那強化之後可以 額外的再增加5點的魔法傷害 好那這次的種族啊就是魔上職業在撞腳的時候可以搭配的一個組合 所以大家可以先看一下喜歡哪一個能力喔再來選擇種族 這樣練到40等的時候啊在完成任務啊 就可以拿到40等的難辯喔 那這邊我是建議大家可以選擇精靈或者是獸人 精靈的話可以增加司法速度嘛 然後獸人的話可以提高傷害值 那人類跟黑暗精靈的部分 是比較注重於打架的部分 那精靈跟獸人的話就是 除了打架之外啊練功也可以用 所以比較起來的話選擇精靈啊或者是獸人喔會比較合適 好接下來第2點 武器的推薦 我們這邊有介紹4把武器喔 1把是綠色 3把是藍色 那首先第1把是綠色的這個 牧師之杖 然後他這一把 的特色就是他是綠武當中 傷害最高的一把喔 不過這一把是無法靠這個製作取得的啦 是需要去打怪啊 或者是去交易所直接買喔 才有辦法取得這一把武器 好接下來第2把是稀有階級的武器喔 絕望之杖 好這一把的特色是 高傷害高命中 然後還有回魔的一個效果 接下來第3把是嘴金魔杖 這一把有一個技能喔 嘴金屏障一趴 攻擊的時候會發動這個屏障 然後可以保護自己 所以這一把武器的特色啊 就是他有機率會產生這個小防護罩 然後可以保護自己喔 減少咒罩的傷害值 接下來第4把是這個 精神之杖 他也有一個技能喔 靈魂收割 打死目標的時候可以回復MP 然後他的材質是秘銀喔 秘銀也就是迷所利啊 所以這一把武器的特色就是 可以打怪回魔 然後還有打不止系列的怪物啊 會有一個傷害加成的部分 好接下來我們要進行第3點喔 技能的介紹 首先是高級的技能 高級的技能有這個 火焰狂喜 這是 一開始的技能啦 然後他是一個範圍的一個火屬性的傷害技能 最多得達到5個人 所以魔杖實驗啊在用這一招練功的時候 就有機率會K到 附近的玩家喔 大家要注意一下 好接下來第2招 法師 5位 好這一招的能力是可以增加這個攻速跑速 還有施法速度 各加245%喔 他是 二段加速的一個技能 接下來第3個技能是 狂風之急 他是一個 單體的風屬性強力技能喔 風屬性的 接下來這個是清明轉換 清明轉換他可以將血量轉換成魔力喔 就是洗魔的一個技能喔 把血量轉為MP 接下來 第5個技能 预風術 那這一招是一個單體的強力技能喔 這一招 算是蠻強的啊 0.5秒發這一次 然後這一招是需要用兩個模擬彈喔 所以法師職業啊 魔杖職業的話 模擬彈也是蠻需要的喔 需要很多啊 因為有一些技能 都是要用模擬彈才可以發動的 接下來第6個 神秘之盾 神秘之盾的能力是技能擊彈加25 這是神秘之盾的能力 接下來是魔力提升 那魔力提升的能力是 增加最大MP 加10% 好這邊就是高級階級的技能喔 也就是濾技 接下來我們來介紹一下稀有些級的技能 藍技的部分 首先第1個是大地漩渦 大地漩渦是一個地屬性的一個單體 攻擊技能 那這一招有一個強化效果就是可以讓目標無法移動 3秒到4秒 那接下來是第2個藍技 黑漢 黑漢可以暫時遮蔽敵人的視野 強化之後他可以讓對方額外在 密中扣5點 接下來是自命魔法 自命魔法就是 魔法暴擊率加10% 另外啊 強化之後還可以獲得這個 魔法障礙加5的能力 接下來第1隻的技能 為英魔力催化 在這裡增加這個魔法障礙加10% 然後強化之後 來這裡額外的提高 司法速度加25%喔 接下來是急救術 可以回復四身的一個體力啊 所以除了魔珠職業可以補自己之外啊 喔魔杖職業也可以治療自己喔 他有這一招藍技可以補自己 魔珠的是綠色技能就可以治療了 然後魔杖的話要用這個 藍技喔 藍技才有辦法來補血 不過補的量應該是比魔珠的還要少很多啊 好接下來第6個藍技 魔力回復 他可以增加這個 MP絕對回復加10喔 這個是絕對回復喔 所以他不會被這個負狀的影響 接下來第7個技能 靜瓦心靈 他的效果是可以讓我們的 MP消耗加5% 減少加5% 然後他有一個強化效果就是 除了這個 MP消耗減少5%之外啊 還可以獲得最大MP加100的能力 接下來第8個藍技是這個 金神專注法術 這一招可以增加這個狀態異常命中加10% 還有 全部主性提升加10% 這是這個技能的能力 好那這些都是藍色階級的技能啊 接下來我們來講一下英雄階級的技能喔 首先第1個是這個 暴雪風暴 他是一個範圍的水屬性傷害技能 最多可以打到5個人 接下來第2個技能是消除 消除對移除目標的所有的強化效果啊 然後命中的時候啊 還可以額外讓目標沉默喔 讓目標無法強化 無法施放技能之類的 另外這一招還可以提高我們司法者的一個跑速 還有失聲抗性 還有迫避率喔 除了弱化對方之外 還可以提高自己的一個技能 好接下來第3個技能 角色為負 那這一招使用的時候啊 可以讓技能的一個冷卻時間減少 就是CD時間變少 然後使用的時候還可以提高這個技能的傷害 加10% 然後這一招還有強化的部分喔 強化的部分就是 MP消耗減少於半喔 原本是 放一次要60MP 現在放一次只要 30MP喔 強化之後只要30MP 接下來第4個紅技 奧密之力 這一招可以增加我們的司法速度加10% 還有技能傷害加10% 接下來第5個 混搖 混搖這效果是一定機率造成目標混亂 還有持續給予目標傷害值 但另外啊 中了這個混亂狀態的目標啊 會無法確認自己的體力還有魔力的狀態喔 就是會看不到血量 還有看不到魔力 剩多少 另外這一招還有職業強化的效果喔 職業強化的效果是 提高命中的機率喔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一個 第6個技能 極致魔杖輕鬆 他可以增加這個 魔杖職業的一個測成喔 所以那個攻擊距離增加 另外還可以增加這個狀態異常命中加10% 還有魔法命中加5 接下來第8個紅技 凍結冰晶 他可以持目標凍結 然後被凍結的目標是無法移動的 不過 做到一定程度的傷害值之後 他會解除這個凍結狀態喔 所以他會 中了這一招會首先會被冰起來 然後被冰起來的當中 會受到傷害值啦 讓他不能移動 然後你還可以持續的攻擊他 還可以持續的打他 不過達到一定的程度之後這個效果都會消失 對方就可以飛手 所以這一招就是 這類似魔杖職業的一個充暈啦 接下來第9個紅技 詛咒之翼 然後這一招可以強化這個颶風速 那強化之後的效果就是命中目標的時候 有機率會讓對方造成這個 技能傷害看性 負25的一個效果 那接下來這個英文的這個是正風喔 正風 目前是新的技能 目前還沒有翻譯 所以大家都是英文的 那我有小小的翻譯一下 這一招可以 造成這個範圍型的風屬性傷害技能 然後會依照造成的傷害啊 會等比例的回復我們自己的MP喔 所以這一招是範圍攻擊的技能 除了範圍攻擊之外 還可以回魔喔 所以這一招真的很OP喔 那這一招其實都是增加我們 綠技 風級的一個強化能力喔 大致增加這一招喔 原本這一招是安定的 然後學了那一招之後就變成範圍的喔 就可以打5個 除了打5個之外 還可以回魔喔 是很OP可以的技能 好接下來我們來介紹一下 爽爪階級的技能 首先第1個是流星雨 他是一個範圍型的火屬性攻擊技能喔 最高 可以打8個人 8個目標 接下來第2個是 重力 在範圍內的敵人無法傳送 或者瞬移 移動速度會變慢 不過啊司法者也會受到這個 重力的影響喔 就是 動作會變慢 不過司法者是可以傳送為家的喔 就是只有 移動變慢而已啊 然後這一招有強化的效果喔 這一招技能強化之後啊 司法者的速度就不會變慢了 所以這一招原本就是雙面刃嘛 然後 你技能強化之後 就不是雙面刃喔 只有對方會受影響 自己都不會受影響 好接下來第3個是 運盾 這一招是 單體的暗阻性攻擊技能 MP消耗 50 那強化之後啊 這一招就變成MP消耗變25 單體的一個大傷害技能 接下來第4個 烙印 這一招就是強化這個我們的 紅技消除的一個效果 紅技有一個消除 可以消除對方的一個爭議狀態 那這一招就是 增加這一招的命中率 那這一招的效果啊就是當我們 消除對方的奧秘之盾的效果之後啊 一定時間之內 可以讓目標無法再獲得奧秘之盾喔 不過 天國震盾是無法用這一招消除的 更強的震盾是無法用這一招消除的 另外還可以讓目標 水火風地暗 屬性的底幹 減少30% 無種屬性的能力減少30% 接下來第5個 貴族魔杖清通 這一招的技能效果是 裝備機率加5% 還有PVP的追加傷害加5 接下來第6個是這個 冰瘡風暴 這一招可以增加我們洪技喔 洪技有一招是 這次冰雪風暴的東西 暴風雪這一招喔 這要可以增加這一招的能力 那這一招的效果可以增加暴風雪的能力喔 他可以讓目標 造成廣住的狀態喔 並且會司法者撞到一個有正命值的一個冰盾喔 所以可以讓自己 產生一個 保護罩喔 那當我們有這個保護罩的時候有這個冰盾的時候啊 可以提高我們的抗暈屬性加5%喔 抗暈的抗性加5% 還可以提高這個沉默的抗性喔 接下來是 爽起的魔杖清通喔 這一招可以增加這個 抗暈加5% 還可以讓所有屬性的傷害值加5喔 然後接下來是 經濟喔 從桌階級的技能 這一招就是要有晶片才可以使用的技能喔 這兩招都是 那這一招的話就是 增淵喔 可以讓運盾的一個 技能傷害增加喔 另外啊在第一次攻擊目標跟第二次攻擊的目標的時候 有機率會讓對方 移動 傳送或者是回春喔 接下來第二招是這個權威喔 這一招是 魔杖職業的經濟技能 這一招在使用普通攻擊的時候 可以讓 普通攻擊變成範圍型的攻擊技能 另外還可以 增加所有屬性傷害加10% 還有增加機器技能的一個命中率加10%喔 這個也是很OP的一個技能 這個要有晶片在這裡用啦 所以一般玩家 很難取得啦 好這個就是技能的部分 好那我們來總結一下 魔杖職業的特色 魔杖職業本身就有這個範圍攻擊技能 還有三體強力技能的特色 另外還有這個 洗魔技能組 精靈轉換加急救速這個搭配組了 可以來洗魔 所以魔杖職業算是 天長2A裡面的輸出 還有輕怪的一個職業 在打架打完打副本當中啊 魔杖職業是很重要的一個存在喔 輸出輕怪都可以 交給我們的魔杖職業來處理 從此啊魔杖職業也是一位元素大師喔 會使用 火屬性 水屬性 地屬性 暗屬性的技能 可以針對不同屬性的怪物 給予弱點屬性的傷害值 人要體驗 快速輕怪 屬性魔法的玩家 一定要來玩一下 魔杖職業喔 真的是很爽的一個職業喔 好 那我們的介紹就到這邊 我是古今 我們下次見 大家要 記得訂閱啊 掰掰 掰掰 音樂 детей Carré 我們希望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看看 我們下次見